匯别上个星期杜树瑞台风为花冬带来大雨的天气 到目前为止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而紧接着呢第六号台风卡努持续增强为中度台风 对台湾呢虽然有一点距离 不过东半部风浪人大 在花冬地区还有可能受外围环流影响 注意会有局部的焚风高温骑行 匯别上周杜树瑞台风为花冬带来的大雨天气 周日起花年终于看到太阳露脸 受台风未为环流影响 周一云量多天气仍不稳定 花冬人有局部降雨 不过气象局也针对花莲发布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警示 民众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整个这一周啊 其实这一周天气在花莲的地方算还不错 因为我们虽然在台风会进来 但是它的风向刚好跟我们花莲跟台风 不是直接的迎风 刚才已经跟观众们说了 就可能我们会是一个被风的情形 所以整个温度看起来都还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温度大概都有台风来的时候 温度大概都会比较高一点到三十几度 然后在体感温度 还有可能到三十七三八度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周目前看起来就是 台风进来的时候 会有长浪进来 所以还是不要去海边 细水做从事海上活动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可能会有被风沉降高温 低湿的高温度低湿度的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农业可能就要去防范这一块 然后民众如果近中午如果在高温发生的时候 尽量也不要在户外从事活动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持续发展 目前已正常为中路台风 预计最快周三下半天后进入东海 虽然距离台湾仍有短距离 但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可能 而被封面的东部 华联台东可能需留意沉降增温 西南风带来的焚风高温影响 记得长方眼大华联报导